哈囉 我是妍婷 一年一度的愛用小物分享 我是一年一度吧 一年一度嗎 一個月一度吧 這次的愛用小物已經是去年了 是嗎 嗯 OK好 那這一次呢是我們 現場收音喔 那這次的愛用小物呢 是我們搬到這個家之後呢 我總共買了很多生活用品 當然費用跟優缺點 也會就是列出來分享給你們 這一支影片呢 就是會有一些我們家寶寶的 飯箱 第一個愛用小物呢 就是 珠菲的超熟睡褲 之所以會這麼愛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實在太好用 我自己的話呢 是很常在MOMO買 把它這樣一箱 然後裡面總共有12包 一包裡面是兩片 這樣子的話是589塊 那屈臣氏或者是保養 或康世美的話 它有時候是一包59 有時候特價是49塊 然後有時候又買一送一 對 對它其實促銷蠻多的 月經量很大的女孩 或者是即將生產的媽媽們 拜託一定要囤起來 那時候彥廷生產的時候 我把那一間 康世美的那個 全部買起來 對 大概有10包吧 我全部把它囤起來 然後一生完的當下呢 護理師就說 來媽媽我們要穿上那個 產露墊喔 然後他就幫我穿 眠西內褲跟那個產露墊 漏到不行 因為它那個是分開的 對 然後很不舒服 那褲上面它貼產露墊 有時候貼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外露 會剩肉 所以就很不舒服 所以呢 護理師又幫我 就是重新換上操手睡褲 然後呢 我就這樣一路穿穿穿穿穿穿 穿到月子結束 那這一包呢 是他們最新出的 限定版 限定版啦 限定版的顏色是紫色 我們慢慢來啊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它超級香 它有加小蒼蘭的味道 你知道小蒼蘭嗎 是什麼味道 Jo Malone那個最助理 它有加的味道 香水 對就是小蒼蘭的味道 你要聞看嗎 你聞聞看 你聞聞看 很香 很香對不對 新的話呢 它除了增加那個小蒼蘭的味道 它另外還有添加 滷木果油在裡面 如果 廁所 不是那種通風的話 然後你月經來 你丟個廁所 那個血氣其實蠻可怕的 血的味道很重 血的味道很重 那個滷木果油是什麼 滷木果油就像 我不是有給你餐護手霜 那護手霜其實多少裡面都會添加 滷木果 它就會讓你保濕 貼合皮膚也是很舒服 對貼合皮膚 然後讓它是有一個保護層的作用 保濕的功能啦 這是限定版的紫色 然後這是我們大家以往看到的粉色系 其實兩顏色都很好看 買來才會真的去比較耶 沒有錯 它包裝寫小蒼藍香氣 想說 應該沒有到那麼的誇張吧 你說過之話 它是整件都有味道 你感覺就是有 真的在你的衣服上面 噴JOMALON的味道耶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懷孕那時候呢 那個身形大幅的變換來說 它很有彈性 所以它可以適應你的腰型跟臀圍 蠻多的 它的衛生棉就包含在裡面了 最前面直接包覆到我們屁股 月經量大再怎麼樣大 也不可能大到二路那麼多 我的二路真的像三寸水一樣 你看 你有看到它的材質嗎 有看到我的手嗎 有 非常薄透 所以穿起來在夏天的話 有請女生 月經來穿上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悶熱 算是非常透風的 臉洗內褲加上產露墊黏在裡面 其實你看產露墊的寬度已經大於 臉洗內褲了 我直接附上10穿的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非常推薦給月經量非常大 或者是產後媽媽來用 我呢 生產的時候是60公斤 我那時候是穿L號 出月中的時候 差不多是52公斤 穿的是M號 那 媽媽瘦了 媽媽瘦了 好 我現在46公斤 我也一樣穿M號 我不知道MOMO它現在有沒有優惠特價 因為我自己買的時候 我在MOMO買的是589塊 那現在的話 通路應該都會有促銷 如果你要買就直接去囤 然後甚至就是有經過看到的便宜的話 你就買下來 因為你一定會有用上的一天 第二個愛用小物呢 鯊魚頭 沒錯這個呢 我還在限動分享過 價格是415塊 也是普貴的 這個鯊魚頭呢 就是水龍頭 它可以裝在水龍頭裡面 然後讓它出水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是可愛 然後再加上呢 你每天看到它的時候 你就覺得 啊 鯊魚來了 我們要不去洗手 你懂 懂感覺嗎 勤洗手 它的造型還有很多 有熊啊 Hello Kitty啊等等 但我覺得 怎麼樣看下來 我就覺得鯊魚它是最好看的 而且那鯊魚 它做的也沒有整個歪掉哦 有時候做的 銅去一點的東西 反而會歪掉 對 原本的Hello Kitty 然後被做成東西 就會變成很奇怪 變成 真的就最打扁的貓 不實用就看大家 因為我們是覺得蠻可愛的 它可以減少水的流速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啊對 缺點 缺點就是它裡面 其實很容易有水質 所以呢 如果不常清洗的話 其實旁邊都會常污納垢 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 煎蛋鍋 然後再來就是 早餐鍋吧 對 早餐鍋 它其實就圓圓那種美式的雞蛋 980塊 但是它現在已售完 這東西蠻好洗的 對 而且再加上它不黏鍋 所以我覺得超級推薦它 因為通常上說有造型的煮鍋啊 其實很容易黏鍋 因為它其實做的那個質感非常好 再加上它 因為它偏重 但是女生基本上還是扛得起來的程度 要翻面的話也不黏鍋 其實也很好塑形 你會特別的想為自己煮一頓早餐 然後吃的也會特別的好吃的感覺 又吧 應該吧 哈哈哈哈 下一樣 手機腳架 我們是在台北地下區地下街買的 1,200塊左右 這個的話它是一個電燈 這個 360度 補光燈 然後上面其實這裡也有一個補光燈 這是我們加過的補光燈 也可以 拿下來 就當個專業攝影師 也可以 它高度很高 也可以往下一點 這樣子直播 那我想打光 那 喔好了 好好好 然後如果我臉部想要亮一點的話 我就打光 對 然後它下面也可以持續充電 它也不用怕 那個洞口會打不住 比起手機腳架來說它算貴 但是說真的 它很實用 它的功能性來說很配得這個價錢 下一樣呢就是這個水壺 涼杯自鎖的水壺 這是我新買的顏色 我是在 好 我是買的 對 它的顏色非常多 那缺點呢就是因為顏色太多 所以很容易會有選擇性障礙 它的摸數呢有這個850mol的 也有710mol的 就是不鏽鋼的 跟這個是陶瓷的 我去實體店面買的時候 其實我選到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但它呢是缺貨 那只剩下架上 只剩下這個妝塊紅 非常耐看 同時呢它其實很顯白 對 從我來說來講 就是比較顯白 我覺得另外一個缺點的話 850mol的它就是一個系列 它那個系列的顏色 不會出現在這個系列 哦 或許他們可以出一個官網 可以用訂製款 我想要710mol 但是我想要什麼顏色 讓它調 的那種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 自己去做了自己的水杯的感覺 下一樣 最後一樣呢就是萬用鍋 會知道它的原因是我 出演小吳的一支影片 然後裡面呢就是在 使用它來做各種的料理 當然韓式 已經大醬湯等著我才發現 天啊它真的好好用 我原先它以為它只是個飯頭 就殊不知它的功能真的這麼多 所以才叫萬用鍋 那它的價格是13000塊 適合一家四口的量也沒問題 算是更多都沒有問題 那時候是拿來燉湯 我們就是把一些食材 全部都放在裡面之後 它其實什麼都可以煮得很熟爛 然後那種熟爛是它吸取的湯汁 但不會毀壞它原先該有的甜味 有一個壓力法 它最後要泄壓的時候 這裡會噴出水氣 所以呢 這裡就大家要小心 尤其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通常這裡有東西冒出來 他們會覺得特別的興奮 想要去嘗試想要去摸 蒸氣比火還要來的湯 所以這一點要小心 缺點的話 其實它算是很重 給一台機器 然後再加上它的體積也算高 所以家裡的廚房 一定要有一個容納它的地方 家庭主廚我真的很推薦這一台 萬用鍋 以上呢 就是愛用小物 是一年一度的愛用小物 那其實我這一年呢 買的東西很多 但是其實也買了很多雷霧 看來我之後應該可以拍給我 買的所有的雷霧們 沒錯 像這個的話 大家一定會覺得它是個廢物 但對我來說 它其實很可愛 尤其是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可以讓他愛上吸收的感覺 那種裝飾感 讓自己的家裡有種不一樣的感覺 對一個儀式一個裝飾點綴 那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影片前掰掰 掰掰